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方欢迎收看谈谈文秀 《浪自一集处》 《被团队欲》 我是雷лин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原来 我已经欣赏非常久 但是已经跟大家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了 邓上卫腾老师回到我们现场 好 好 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上次见面有没有一年了 有 一年了 自从老师走了一年之后 我们浏览人数就不断的往下掉 不会的 不会的 其实邓老师不管是对于个股 或者对于期货 或者对于整体的宏观市场 都有他一个细致的分析 今天我们特别来谈的一点 其实是关于整体金融股 在近期的一个表现 很多存股族一直希望我们谈这个话题 就是说老实说 今年金融股整体的绩效 是出大盘六个百分底 是的 也就是代表着今年整体 你如果1月1号买金融股 到现在还是赔钱的 即使股市已经进行了一个 创新高的格局 所以我们从一个宏观角度 来做观察的话 不管是金融 传产 甚至食品 这些存股类的族群 表现都非常的一个差劲 让不少投资朋友 又关心到目前低利差的一个问题 包括金融股目前受到这种 IF17整体公报受行业的一个冲击 其实都对金融股非常的担忧 是的 我们就直接问邓老师 最直观的一个问题 金融股到底可不可以继续存 现在很多官员被套了 很多被套了 可不可以继续存 当然一定要存 一定要存 其实很多存股老师 现在都在网络上说 现在金融股已经被淘汰了 是 老师最直观的一个看法 差别在哪里 好的 我想因为在整个台股的平均的 殖利率是大概4%左右 对 但是金融股整体下来是5.5% 那一般投资朋友你会当存股族 你绝对不是做短线价差 对 那我必须回答浩浩的问题说 今年整体从一月份来比 金融股是跌的 对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今年大盘涨到13031是谁的功劳 台积电 是台积电 我们知道吗 在3月19号大盘不是杀到8523 结果一路开始创新要到13031 那个时候大盘是涨了45% 涨了4508点 可是台积电涨了98% 所以光那一段 全值股是带上来的 但是有很多股票 反而现阶段 如果你是以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讲 你很多是买错股票 其实我觉得有趣一点是 我们从现在的统计资料来看 你把台积电从加权指数的群众拿掉之后 很多股票其实经营的表现没有特别的好 甚至把台积电拿掉一定是破季线 对不对 所以也就代表着今年台股 有一种比较畸形的一个上涨 对不对 那是不是代表着这些类股 它是一个低期期的攻击 还是说台股接下来就只能靠台积电了 那我干脆存台积电就好 干嘛存金融股呢 对不对 一般投资人说存台积电又很贵 一张四百多块 等于四十几万 所以为什么说金融股 我说还是可以存的 因为我们要用一个长远的角度去看它 因为你不是做一个月的价差交易 一般会做定存足 会存股大概看三年五年 希望能够赚到第一桶金 对 那我们来看 现在市场上最疑虑的就是说 我存金融股 可是又有疫情的问题 对 然后央行降息 对不对 连FED告诉你知道 到2023年它不会生死 我们做一个细致解析 这种利差上的一个缩小 代表是当全球迈入一个低利率环境之后 你银行中间的利差 本来你可以从联准贵赚到可能4% 5%的一个利差 然后你用1%来贷款出去 中间3%你可以赚走 但是全球的利率降低之后 赚不到利差了 是的 这对金融业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对 以一个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冲击金融业 对 但是以我们的定存组来讲 我们要做存股的观众朋友 你要做功课了 你必须做功课 为什么 因为金融股呢 你不是只买金融指数 我们讲的不是买金融指数 不是赚资本利的 对 我们买的是个股 所以你必须要去评估所有的金控股里面 有哪些好的公司 所以我们看下一张好了 从下一张我们第一个要看获利 如果这家公司这五年来的平均获利 为什么要抓五年 我们就是希望观众朋友 你是一个每个月在定存定存定存的人 你如果用五年的角度来看 那这档个股值不值得你去投资 比如说五年来 它的获利能力都维持很稳定 因为既然要存股 就希望股价不要大幅度的波动 对 我是要赚它的殖利率 那如果说能够赚到它的价差 那是最好 那你当然要对这个股价特别的熟悉 但是你不要太有期待 对 期待越多失望越多 是的 乖乖赚配息就好 对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 我们刚才看整个金融股的平均值率5.5% 已经比定存好五倍了 对 那如果说你的运气又很好 又可以赚到价差 那是最棒的 对 所以我说为什么现在更要存 因为有很多好的金融股 现在的股价虽然是跌 但是我们看的是未来 对 未来你现在跌反而要买 很多人都说跌下来不买什么售买 买股票是做一个平均成本 但是跌了也不是随便买 你还是要有从EPS 从美股盈余找寻到整体的获利表现好 这个就是我提到要先检视获利 对 如果说你手上存的金融股是 今年赚钱明年赔钱 那我会建议你要换股 可是如果你存的金融股是很稳定 甚至于未来五年十年 你看到以前的十年来到现在 甚至于半年报公布之后 你发觉它并没有衰退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争议最大的 有富邦金 国泰金 这两支其实近期表现都不是很好 看股价表现不好 可是你看它EPS 你会发觉哇好欣慰 为什么 因为富邦金前8月 EPS字节已经赚了5.79 这是创了新高 再来国泰金赚4.2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已经高于它五年的平均值了 也就是说我这支股票 你现在买它 它本益比够低 EPS也出来了 所以虽然现在股价还在40块以下 那各位去看 我们还去看一个平均的股价净值比 这两档股票的净值都在50块以上 也就是我现在股价还低于净值 平均的5年净值 本益比又够低 也低于10倍以下 所以这个时候你反而要大胆的去存 可是邓老师 我觉得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它的获利表现真的很不错 而且国泰富邦 这用名字听也知道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系统性风险 我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是你看国泰金 这张图是以8年的一个线来做一个观察 它已经从50几块连跌3年了 难道它低基期低了这么久 我都要陪伴着它买下去吗 好的我想从这张国泰金 各位仔细去看这个图 它的高低点落在哪里 55块上下一块 低点落在35块 当然在8年前最低是30块以下27块8 可是这几年你发觉好 只要碰到35就谈到55 再从55又谈到杀到35 那我们现在看未来的两三年后 它会不会再往上走 那基本上几率很大 为什么 因为这将近10年来 它的走法如此 而且它的获利就是这么稳定 所以你看眼前一个月两个月 或许你会发觉 我现在买它会不会赔钱 可是我已经看三年了 三年都是低基期 我等于每个月 我已经36个月都越买越亏 越买越亏 我心态承受不了 这样子怎么办 我想如果说是一般投资朋友 你都能够忍受这三年 它往下探底 那基本上在两个三年 在两个三年 你会发觉到整个会改观 因为它这个现行告诉我 三年后它又会来一次55块左右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刚才提到 它获利并没有衰退 对呀 其实我觉得有趣的一点 也有非常多的分析报告 其实目前指出 其实不管是国财富邦 最受到冲击的是受险部门 可是它的获利其实也没减少 但是它为了以防后续 因为利差因素导致的受险业 可能有一些风险 它先少发你一些鼓励 等确保我真的能够赚那么多钱 我再把鼓励发还给你 是的 所以这也是投资人 其实在这两年 好像不是给国财金 有过高的评价的原因 对对对 你都不允许发给我 对不对 虽然你的获利表现非常的好 对 所以邓老师其实看到的就是 既然他有一个获利表现 作为一个基本面的前提 那我们就是找寻他低级期的时候 是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邓老师会从什么样的指标 来确保 你想想看 我们不能单纯从股价 来判断低级期 这不准 因为你想想看 有些年份 可能这家公司的收益就比较好 所以他股价自然高 那他收益比较低 这个股价当然低 但是我们要找出来的是 他从基期上来看 是不是比较低 不能从股价 那用什么来看 好的 我想在整个基期 我们知道像金融股来讲 不管是国财金负担基期都很低 那我们知道说 他从股价净值比来看 如果各位看一下股价净值比 这五年来 他的股价净值比 像国泰金好了 他的股价净值比 平均是1.16 那么以9月24号的股价来算 他的净值比是0.72 那富邦金是1.17 这五年的股价净值比 然后现在是0.78 所以我们看到 他整个股价净值比 是低于这五年的 平均的股价净值比 这个时候叫做基期更低 而且还低蛮多的 低很多 所以我就说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心态的人 这个时候是要加码存 是反而要加码存 可是邓老师 我们虽然从基期的角度来看 金融股比自己的水平 自己垂直的基期还要来得低 可是如果从大盘的角度 现在大盘是一个 我们很明显是高基期 对啊 可是怎么会大盘基期这么高 然后金融股基期这么低 那如果未来大盘变成低基期了 那金融股起不是再更低基期吗 这不见得 不会吗 不见得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大盘 是一个敲敲板的效应 资金就是固定的 比如说现在成交量 大概在2000亿上下 那如果说电子股占的比重 有六成到七成左右 那其他的三成到四成 就分到金融股 分到生计股 硕化股 我懂你的意思 其实呼应之前您说的 台积电的问题 台股高基期可能不是这些金融股 或者这些中小型的科技股帮忙的 可能就是全职股 帮你把基期拉高 没错 你把台积电扣掉 搞不好台股的基期也没多高 对不对 所以其实要判断基期 观众朋友很简单 你就要去看一下 比如说你看 28金融类股的指数 你发觉它就是低基期 跟大盘比 它就是不一样 其实金融类股很有趣 它就是正常都是 今年的科技股都是这样 弹V就上去了 对 金融国是弹V一半 然后就开始震荡 震荡 然后还有点下弯 对不对 还有点下弯 对 可是最近外资卖得这么重 投信卖得这么重 你不免让人恐慌 就是其实外资 应该也是做长期投资的 对吧 那它干嘛卖那么多呢 所以这个就是 他们的策略上的调整 所以我们基本上 常看到一些外资 调高谁的目标价 调降谁的目标价 对 看看就好 你如果判断出高基期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 前阵子如果观众朋友在看盘 当联发科冲到六七百块的时候 外资很多喊一千 对 现在变成喊回七百 他会这样调整的 所以不管你手上买的金融股 请你去注意一下 第一个 这五年来平均获利好不好 然后这半年报公布出来 甚至有的公司已经告诉你 我这个八月 前八月我已经赚多少 就像我刚才举例的 国泰金富邦金都已经公告了 前八个月富邦金赚5.79 国泰金赚4.2 哇这获利是很棒的 那我们又看到前这五年的 平均的股价净值比 它现在又低很多 这个我要特别问一下邓老师 其实现在散户最疯的就是那几档 就是玉山金 照风金 对不对 这几档我刚才看这个股价净值比 偏高 偏高 可是它最近又滑落得很快 很快 您对于这种股票 您会认为说 一定要等到股价净值比低才可以吗 还是说因为大家都关注在这点嘛 所以大家都关注在这两支股票 所以它只要滑落一下我就可以买 还是说我要很严谨的 确定它股价净值比低于五年的平均 水平我再来进场 我觉得是要等它低于五年的平均 才能够 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很多题材是炒出来的 是 可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而且玉山的制服很好看 对 可是它股价太高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重心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稳定的获利 就不要去设想资本利得 对 那资本利得它会给你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看到国泰金的现行 它大概三年后就会来一波高档 55块左右 这样才撈大的嘛 对 那个时候你就撈大的 对 然后跌下来到30块以下 你就闭着眼睛买 其实这有趣一点 其实不管是这种玉山金的代表 这种强势的金融股 还是说这种国泰金低基级代表 对 一个是强者很强 你要去追的概念 另外一个是 你要去找一些落后补赏股 它现在稍微股价比较低一点点 但是它总有一定会回到 对 其实金融股的操作方式 您是不是要建议这种 使用低基级 使用补赏落后股的方式 对 而且最重要是要重视到获利能力 所以这张字卡在教各位说获利检视 如果它获利是不错 要耐心一点 持续存 不要因为股价跌下来而害怕 因为你看的不是今天 你看的可能是未来三年后五年后 你希望你的存的100万 可以变150甚至变200 它是有机会的 因为我们看到刚才国泰金的股价的波动 它是有这种机会的 每三年左右就来一次高档 而且要买跌不买涨 对 那如果说你往下加码存 就是说现在已经低于我的成本了 假设你从50块开始存 存到现在38块多 那你的平均成本大概是在40几块 对 那现在38块你更要加码存 为什么 因为未来它谈到55块的时候 你可以价差 就可以资本利得 也可以赚一趟 但有没有可能要挺准 有 那就是当它的获利了限 是 其实已经不如你预期了 所以其实观众们去想一件事 我说这个获利优持续存 获利如果太差 你就要换股 对 好 那如果说以国泰金为例子 我们知道说35块 这个地方是它基本上的最低 震荡的一个大幅度 35到55 对 然后它曾经出现过的最低价 是在27块8 那基本上那个27块8是不容易来的 是 那我们一般会给观众朋友一个观念 如果你今天在35块 你把它抓一个底线 那如果真的跌破一层的话 假设真的往下跌破一层 你就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先退场 换标的 如果没有继续存 因为可能真的有点烂到不行 对 如果真的会跌破那一层 当然说那可能是不是它获利 或外资法人给它的观念认为它不好了 所以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手中持股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金融股现在更应该存 好的公司你更应该存 很多人把存股当作是一个投资 我反倒建议观众朋友不用这样想 你把存股当作存钱就可以了 是的 为什么 你只要注重一点就是它的获利面 不要衰退太多 或者它只要维持一个稳定的成长即可 这是你的前提 前提完之后 你就定期定额的 持续的你赚多少就存多少 对对对 你其实我认为定存足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说什么 股价越低要存越多 你钱多一点就可以存 为什么 因为你不存也是滑掉嘛 对不对 干脆就把它存起来 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军摊成本的过程 对 那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邓老师来我们的节目 来做一些分享 那邓老师本身也有LINE AT 还有YouTube频道 也会针对网友的一些建议来做一些分析和借鉴 那金融股的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 是的 那后续后续老实说啦 近期的补涨落后股 低基期的股票还真的蛮多的 蛮多的 我们也期待邓老师在后续这期可以持续的来给我们传道受益解惑 给我们一些建议 感谢邓老师今天的参与 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 记得听我们的频道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感谢各位拜拜 拜拜 谢谢邓老师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